不過呢 要特別講到香港股市 為什麼講香港股市呢 過去我們講 全球的 應該說美國股市代表的是 全球的資金來投資全球的企業 香港股市代表是全球的資金來投資中國企業 那大陸股市代表中國資金投資中國企業 所以呢 香港股市絕對是有他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香港股市現在的規模來看 光去年來講 在IPO部分 全球他的募集的金額來到全球第三名 那如果一整年的他募資的總額 也是全球第五 那他現在的市值大約是三點六兆港幣 左右 也是全球排第七 那裡面比較幾個 大家耳熟能想像騰訊 騰訊的市值 現在是四兆港幣 大概是全球第五 那中國平安保險是全球第二大的保險公司 他的市值也超過兩千億 這些都在香港做掛牌 所以讓香港股市不斷不斷創的這個歷史新高 因為他裡面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成分股 那另外我們再看一下香港股市這一波為什麼這麼吸引人 股價可以創下這個歷史新高 先從本益比跟股進比的角度來看 這是全球各個股市裡面 香港目前的本益比非常低 只有十三點八而已 你對比一下像納斯達克 本益比高達三十九 那印度股市二十四 道琼的本益比高達二十三 那另外像標普五百二十五 臺北股市在這個地方臺北股市是十五點七左右 德國股市十九 所以不管怎麼看 包括大陸股市一樣 大陸股市像深圳的本益比二十七 那上陣的話是十六點三 基本上大概只有俄羅斯的本益比比香港來的更低之外 基本上香港股市在本益比的部分 算是蠻吸引人的 那從股進比的角度來看的話 香港股市的股進比就一點四倍 基本上算非常非常低喔 納斯達克是三點六倍的股進比 那印度是三點二 道琼是四倍以上 那臺北股市大概是一點七六 也是比香港高 所以光從這個低本益比跟低股進比的來看的話 基本上為什麼香港股市最近特別特別的一個強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外資非常在乎的殖利率的部分 香港股市的平均殖利率 目前來看的話大概是百分之三點五四 其實也算蠻高的一個情況 但如果你看單一個股的話 甚至有的這個股息率配料超過百分之百 這些也是吸引外資的一個原因 不過我們再來看一下 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中國大陸的奶水 不斷不斷的灌注在香港股市的一個身上 剛提到一九九七年這個香港回歸以來 二零零七年香港股市創下歷史新高 現在二零一八年 這麼巧 剛好每十年香港股市都創下新高 就在今年香港股市創下新高 那過去中國大陸對於香港的奶水非常非常多 包括像護港通跟深港通的部分 對於他的成交量來講 不斷不斷的一個增加 只要看畫面上折線的部分 現在這個已經佔了香港整體交易量的比重 就是護港通跟深港通的部分 大概是百分之六點三 那日均量年增百分之六十 全年淨流入年增百分之四十 而且這個門越開越大情況之下 對於香港股市目前來看是一個利多 俊敏哥先幫大家觀察一下 對於這個全球股市大漲 那當然很多人提到說是邪惡的第五波 那邪惡第五波原則上來講 這個太早下車會是一個風險 沒錯 那另外我們就提到說 這個邪惡的第五波到底有多邪惡 我們就特別提到最邪惡的 就是提到了港股 那港股為什麼那麼邪惡 我們現在從一些角度來看 那有一個主要原因是在去年 去年三月份選出新的特首 林鄭月娥這個女士 那感覺上是親中派 所以呢從這個去年開始 其實你看這個深港通或者是護港通 那成交量開始大幅的放大 等一下我們用成交量的角度來看 那另外港股的部分在去年年底 有特別提到一個是 H股全流通的一個政策 那當然開始陸續做試點 那這個部分我們先來談一下 對因為像這個大陸的公司 基本上有在有A股也有H股 就在香港掛牌也有在這個大陸掛牌 所以它有一些不同的這個權益跟價差的部分 對那這個H股簡單就是國企股 那國企股是在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企業 那它把其中一部分的股份在香港上市 那那部分的這個股份 原則上來講就是用這個港幣交易 但是有些可能用美元 就用港幣或美元配息或交易 那在這個中國大陸 比如上海或深圳的股市的部分 它就是用人民幣交易 那這兩個股權是不能流通的 沒錯 那所以呢 中國的這個居民大概就是買這個A股 那在這個國外的這個投資人 那就是在香港買H股 所以這兩個雖然是同一家公司 但是呢股份不一樣 對而且權利也不一樣 對那現在我們來談一下這個全股通的部分 那這個H股的全股通原則上來講 因為過去有些限制啦 限制是包括什麼 第一個主要股東 因為在香港上市 它就限制你必須要持有30%的股權 然後呢 這個 一段時間不能賣啦 不過其實真正在香港上市的H股 基本上來講 它為了控制股權 它也不會賣 是 所以流通的就是它原來拿出來那些持股 沒錯 那另外呢 H股其實它有一些未流通的 就我們剛剛提到在A股掛牌的一些股份嘛 對 其實市值大概是4.1兆港元 大概佔整個港股的市值大概7.3% 其實量非常大 等於是說我只拿其中一部分在那邊掛牌 那剩下沒有流通的 其實 讚港股的比重還很高 沒錯 那所以呢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假設對國外投資人 我假設要買下這家公司 基本上不可能買下來嘛 當然 因為你只拿一部分的股份在香港上市 對 那現在來講為了這個 讓這個股權的流通方便 所以有個H股的全流通 那這全流通 當然有一些限制 限制的部分其實投資們可以自己去看 包括這個 比如說這些企業本來就要投資準入嘛 就那家公司我再來香港掛牌 但是呢 就算這個外資大量的買入 但是呢 它這個企業基本上 我本來就是開放給外資持有的 那另外像這個必須要國有資產管理啊 包括國家安全還有一些產業政策的一些配合等等 還有一些限制條件 那包括這個股份的存量至少要10億元 這個最小的一個市值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當然 我開放原來的A股跟這個H股 能夠做全面性的流通 這有一個好處嘛 比如說 我們稍微講一下好了 因為內資股 在中國大陸的股份叫做內資股 對 那在香港掛牌的用港幣交易就是H股 那這兩個什麼不一樣 如果說內資股的話 就是中國境內跟這個 內資股的持有人之間 就互相轉讓而已 那跟這個 比如說在香港掛牌的H股 就是中國境外跟自由的買賣 這基本上這兩個是不流通的市場 那另外呢 這個以股份登記來講 這個當然是以這個入資為主 那最後的交易的這個幣別就是人民幣 那H股就是港元或美元 這我們在剛剛前面提到 那如果說H股開放全流通有什麼效果 我們可以看到幾個 第一個 內資股的股東 他有一個退場機制 因為以前我在賣 只能在A股上面賣嘛 對 那現在我可以對全世界開放 我就在港股這個地方 用H股來賣 所以這個有一個退場機制 所以變成外資 如果要買原本這個A股的股東的股權 因為本來不能買嘛 你只能透過這個QV的方式買 那現在你可以在香港直接用港幣去買 因為美元換港幣 因為美元跟港幣有一個好處 就是有聯繫匯率 沒錯 你就沒有這個匯率上面一個風險 另外呢 港股的市值的話 因為H股的這個全流通的話 大概會增加9516億到2.62兆的港幣 是 這增加幅度非常大 對 那另外呢這個受惠的話 當然第一個港交所 第二個是中資的券商 因為它在轉換過程當中 需要中資的券商來做股權的轉換 就A股換成H股 那對H股的這個影響有什麼 當然我們會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說我原來A股在H股那邊掛牌的話 那股份不就增加了嗎 對 所以感覺上會有賣壓 可是你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想 我原來要買這家公司的A股 我買不到 現在反而有機會了 我要投入 我變成有機會 那所以資金反而會匯入這個香港 沒錯 所以這波香港為什麼漲那麼多 而且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A股跟H股 因為它不同的市場 就像台積電的這個ADR 跟這個台股台積電這個價格不一定一樣 有一些這個價差 折議價 那H股跟香港港股之間呢 也出現一個折議價的狀況 這100以上是代表說A股有議價 就是在同樣的股票 我在中國大陸買比較貴 比較貴 沒有辦法 因為它就不流通嘛 所以目前來看 大概這個以上 就超過100以上 是代表有A股有議價 換句話講 目前來看 A股大概平均 比港股的部分 就是同一檔股票 對 因為不同的市場 大概議價大概接近三成左右 所以去買港股比較划算 一家股票 在香港買100塊 在中國大陸用的民地買 130 很遠就目前的這個議價是130 所以第一個 港股就有便宜的優勢 因為我買同一家的企業 我為什麼要去買A股 這什麼要算 比較不划算 所以今年呢 這個年中開始 我們在昨天節目當中 有提到說 這個納入MSCI 那接下來可能在9月份 調高這個 它的納入因子 那搞不好受惠的是港股 沒錯 我去買A股 我同樣的錢 那我剛剛去買港股比較好 比較便宜啊 所以這是一個考慮的重點 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政治上的紅利 從去年3月份 選出新特首之後 林鄭月娥 對 我們看一下 這是港股的部分 就流通的 港股包括護港空 深港通的部分 對 其實每天的成交量 這個 持有的這個比重 成交量在這個地方 成交量 就是說日均的一個成交量 2014年才4點多利港幣 是日均量 那2015年16億 2016年18億 那時候 因為香港在政治上面 有一些這個 這個 雨傘花 雨傘花等等 可是你看到去年 去年掉到44億 一天成交量 44億的港幣增加喔 那一個月是多少 大概就成個二十幾天嘛 對 那另外再把它成個七到八倍 就變成台幣嘛 是 其實如果以這個成交量 跑到台北股市來講 營業員真的可以領八十個月 對 這個搞不好還不止喔 那最後八十 不過台灣很可能 只有那一個人 只有那一個人領八十個月 不是所有的人 只有一個人 對 那如果說這樣的話 跑到台北股市來講 就是所有人至少領八十個月 那另外呢 港股佔這個 就是我們剛剛說 不管深港通喔 這個南下的資金佔 當天那個成交比重 一個是一直拉高嘛 是 所以呢 這個資金啊 南下的資金對港股來講 非常有幫助喔 那我們記得之前 在2007年那個時候 因為有一個這個 港股 這個港股通嘛 對 港股通在實施的時候 港股直通車 港股直通車 對 那港股直通車 當時在準備要發佈的時候 這個 嗯 這個 入股的部分啊 其實漲得比較多 是 它漲了67% 那港股漲比較少 大概9.2% 嗯 真的開始 準備實施的時候 哇 這個港股開始飆漲 港股總共漲了54% 那入股的部分漲幅就變得比較少 對 那後來呢 暫緩 暫緩完以後就一路大跌 所以呢 這個資金退於這個港股來講 非常重要喔 那另外 港股這20多年來講 因為在港股 雖然創歷史新高 可是因為回歸20年的情況之下 是 其實跟1997年這個結構是完全不一樣 沒錯 因為我們知道香港 本來是以 地產 金融為主嘛 因為它本來就是金融中心 金融服務 對 那可是過了20年喔 我們回頭來看一下 這一次的創新高 或者這一次的這個股價 來到三萬兩千點之上 20年前1997年 我們看一下它的股份喔 藍色的部分是代表說 它就是香港的企業啦 是 就在香港本身的企業 那 20年之後創新高 我們看一下紅色的部分是代表中國的企業 是 但在香港掛牌 比如說第一名是騰訊 那如果說以這個1997年來看 匯豐 香港電訊 合計黃埔 橫生銀行 反正就是 在香港上市的一些企業嘛 那基本上沒有路 沒有中國大陸企業 但是現在來看喔 這個紅色的部分 包括建行 包括中移動 工商銀行 中國銀行 包括平安保險 這剛剛有提到 這些紅色的部分都是 在中國的企業 所以從這張圖看起來 你說這20年前 基本上沒有中國企業嘛 所以香港的這個 生父生母 基本上可能是 英國人 或是美國人 但現在呢 養父養母是 中國人 所以香港真的是 一個好地方喔 對 有兩個人照顧 而且那不是生 這個生父生母 棄養喔 養父養母也不會棄養他 都是非常照顧他 對 那現在奶水非常多 所以中國大陸的企業 佔這個港股的成分 原來大概才十多趴 到現在來看 已經超過六成了 所以呢 港股要漲 這個中國的企業 等於是在漲中國的企業 因為他現在目前佔六成以上 所以現在來看喔 有幾件事情可以特別注意啦 這段時間呢 過去一年喔 其實漲最多 在香港掛牌的股票 有幾家公司可以觀察一下 比如說呢 漲幅第一名 三倍的是這個 碧桂園 就中國大陸的 這個地產股嘛 那另外像極力汽車 汽車股 順雨光學 這大家都聽過 所以呢 在中 現在目前在香港掛牌 已經不限於地產 跟金融 而且他那個地產股 也包括中國大陸地產股 而且還有包括科技股 像順雨光學 那現在呢 如果說港股 漲到這個地方來 回到原點來看喔 本益比高不高 其實剛剛 大概提到的是跟全球比 對對對 那我們不要跟全球 跟自己比就好了 這個藍色的部分 是香港的本益比 其實它最高點 大概是來到22倍到23倍 是 之前的高點 現在創新高 其實本益比大概才不到 在13倍左右啦 所以這次的創新高 感覺上底氣是比較厚 所以我們特別提到 這次邪惡的第五波 誰最邪惡 本益比最低 而且有中國的奶水 這部分倒是特別留意 就是說港股的一個發展 恐怕是 這次資金行情 有特別的一個現象 可以做特別觀察 對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香港股市過去的 兩次歷史的新高 這從1997年回歸 中國大陸之後 這個股市 其實因為那時候很多 就很緊張 回歸中國大陸怎麼辦 所以這個股價先崩盤 但是呢 你發覺 2007年跟現在2008 其實差不多間隔十年的時間 只是上一次呢 2007年 創下歷史新高之後呢 剛剛俊敏有提到 就是港股直通車突然取消 再加上 2008年發生全球的金融海嘯 所以呢 這個全球股市崩盤 就這樣 這個兩個圖 做一個對比 你很擔心 怎麼 香港股市創新高之後 隔年就崩盤 現在上股市又創歷史新高 到底會不會崩盤呢 現在當然還沒有看到一個跡象